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各地多云到晴 今天影响台湾的主要的大气条件 就是太平洋高压 只要听到这太平洋高压 就知道高温炎热 不过这波的高压 人就不会阻止午后的短暂雷震雨 那这个午后雷震雨 它的对流云系 其实跑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你很难事前的预测 如果你看到天边以及有乌云的话 还是就要小心注意 那么雷震雨常来的又急又快 那么北部地区呢 今天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还高达5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5度 会越来越热 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呢 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3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3度 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4度 东部地区是多云到晴 降雨几率只有10% 很稳定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3度 澎湖地区是多云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也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1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高雄宜兰都是27度 台南澎湖都是29度 花莲跟台东28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 持续的上涨 那么标普呢已经是连续四个交易日 反弹上涨 所以呢这个连续性的反弹呢 也是在今年来讲呢所紧见的 尤其科技类股的涨幅呢 是明显的高于一般类股的 所以成长股呢的反弹态势 要比价值股还要来得强 道琼公益指数呢 最后上涨了346点 收盘指数是31384点 涨幅1.12% 纳斯达克大涨了259点 收盘指数是11621点 涨幅0.28%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57.54点 收盘指数是3902.62点 涨幅1.5% 费成半导体 更是大涨了111.77点 收盘指数是2605.89点 涨幅4.48% 市场的情绪变化幅度非常的快 昨天呢 三星呢公布了它的半年报 那么它的这个营收 它的获利其实有微幅的减少 但是呢 它的营收呢 其实是表现比预期要来得好 市场忽略了它的这个盈余呢 稍微的减少 那么但是呢 成长减少了 那么但是呢 对于它的营收成长 认为半导体其实没那么糟 所以你看到费成半导体呢 大涨超过4个百分点 而台股相关的ADR当中 跟这个半导体有关的 更是大涨 台积电的ADR 因此大涨了6.74% 鸿海的ADR上涨了3.07% 热光的ADR上涨了3.02% 那么联电的ADR 大涨了6.92% 中华电信的ADR上涨了百分之 中华电信的ADR 则是唯一下跌的 下跌了百分之1.11% 台子旗的夜盘呢 也因此大涨了200点 所以等一下台北股市 是有机会开高的 那至于在油价的部分 那么油价呢 经过了连续的下跌 担心衰退的疑虑 而下跌兼原物料价格 是全数的反弹上涨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 大涨了4.20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02.73美元 涨幅百分之4.26% 北海布兰特原油则上涨了 3.98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04.65美元 涨幅百分之3.93% 至于农粮价格的部分呢 都是出现了大反弹 芝加哥黄豆期货 大涨了百分之2.56% 芝加哥小麦期货 大涨了百分之4.13% 芝加哥玉米期货 也大涨了百分之1.58% 至于在黄金的部分呢 只有小涨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 小涨了3.20美元 每奥斯的报价是1739美元 涨幅百分之0.18% 现在呢 还是处于一个 相对的这一个低点呢 然后来这个 看能不能够止跌反弹 那么白银的期货呢 小涨了百分之0.15% 代表着经济发展的铜呢 有铜博士之称的 这一个期货呢 则是大涨了百分之4.81% 把金的期货大涨了百分之5.12% 好那么在之前呢 创下了新高的美元指数呢 那么今天凌晨呢 则是小幅度的拉回 微幅的下跌了0.03个百分点 事实上呢 欧元对美元呢 还在贬值 但是呢 今天凌晨美元指数 微幅的下跌的重要原因 是因为英镑大升 英镑呢 对美元升值了百分之0.8% 那么来到了1.2017美元 对英镑 英国呢 似乎出现了一个首相下台的 这一个股汇的庆祝行情 好那么不只是汇市的部分 英镑强升 股市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 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 也上涨了81点 涨幅1.14%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上涨了94点 涨幅1.6%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则上涨了248点 涨幅1.97%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事实上美国的经济数据呢 都显现出来 美国的就业市场 似乎已经有降温的迹象 就是就业市场 其实还是健康的 但是呢 现在财云的人数 开始微微的增加了 失业的人数 开始微微的增加了 然后职缺的数字 开始微微的下降了 那么都不代表着 就业市场呢 就要反转 但是呢 整个热潮 热潮似乎呢 出现了一些降温的趋势 我们来看一下 民间呢 他们所做的这个统计啊 根据这个民间公司 这个Challenger呢 他们所做的统计显示 6月份 民间企业 裁员的人数 达到了32517人 这个比4月 比5月份的裁员人数呢 整整增加了57% 创了去年2月以来的新高 所以呢 企业开始已经保守 甚至已经出现了裁员 所以呢 美国上周初次清理事业 就近人数呢 是23万5000人 这也比预期 还有比上周的数字 稍微高一点 那么连续清理事业 就近人数呢 137万5000人 这也比预期跟上个星期的数字 要稍微的高一点 那么另外呢 其实昨天呢 他们就已经有 这个美国劳工部呢 公布美国企业的职缺数 1130万人 5月份的这个劳工职缺数啊 那么比4月份的数字 微微的减少 那么是连续三个月啊 从今年3月开始创下了职缺数的历史新高之后 也开始4月份下降 5月份下降 连续第二个月下降 那么所以显现出来的 那因为现在求职的人只有595万 可是职缺数高达1130万 所以目前还是试求人 但是呢 这一个降温的讯号也是相当明显 所以财员人数微幅增加 事业的人数微幅增加 然后职缺的数微幅下降 这些呢都是就业市场开始因为需求降温 而产生的微幅变化 另外呢美国5月份的贸易赤字呢 是855亿美元 比4月份的减少了1.3%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油价天然气价格大涨 所以呢使得美国的这个天然气的出口 那价格大涨当然就它的出口价就增加了 主要是来自于这个部分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联总会呢 昨天的会议记录我们昨天第一时间跟大家分析 就政策的优先度呢 很明显的通货膨胀是放在这个衰退之前 那么提到通货膨胀90次 但是一次都没有提到衰退 有提到经济可能会发展缓和 不过呢那么强调就是呢 有决心必须要在这个市场呢 就充分的信任联总会的情况之下呢 要将他们的利率调高到能够压制通货膨胀 好所以呢现在呢就算衰退的这个阴霾很深 可是呢联总会应该不会来就衰退 重点先要压制通膨预期 所以呢彭博资讯社的这一个评估呢 显示认为未来将会采取更强力的紧缩政策 那么因为呢现在在经济基本面上面 其实有三个面向 让联总会比较放心的继续升息 第一个家庭的财务跟资产不在表依旧强劲 第二个许多人呢担心疫情造成的供应问题 所以呢还在大幅度的增加支出 那么第三个就是美国的劳动市场仍旧相对强劲 好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呢 昨天预告要再下修全球的经济成长率 这将会是第三度下修今年经济成长率 今年四月的时候呢 那么国际货币基金呢已经将全球的经济成长率 从4.4%降到3.6% 那现在要更进一步的可能往下调 但是会调多少目前还不确定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智库啊 则是呢已经将全球的经济成长率下修为2.8% 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英国 英国首相的强生 昨天呢宣布辞职 但他会呢这个续任首相呢 一直到这个选出新任的首相为止 那因为他们并不是国会改选 所以是由多数党的保守党呢 他们经由内部的多番的程序之后 选出新格魁 好那所以呢新首相呢 可能在秋天才会正式的出现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摩根斯安利呢 他们提出了一个最新的报告 认为亚洲的通膨 可能在这一季第三季 7到9月就已经见到了顶 这个山顶的顶 然后接着呢会慢慢慢慢的滑落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全球的粮食价格已经开始出现了回落 我们之前都跟大家提过了 黄小玉 其实呢6月以来都已经拉回了相当的程度了 那么工资上涨的压力也减轻了 所以呢在亚洲通膨 可能在这个这个季度就见到顶端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么各国的央行可能不见得会持续升息 好这个是摩根斯安利的最新报告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国际能源总署呢 昨天提出警告 因为全球现在的太阳呢 高度的依赖中国大陆 那么不管是在这个模组啦 电池啦 晶元啦 多晶系啦 那么中国大陆的市占率呢 都是远超过百分之五十 甚至于呢 超过百分之八十 里面包括了模组的这个 这个市占率呢 接近百分之八十 其他的包括电池 晶元多晶系 它的供应呢 都远超过百分之八十 所以呢 IEA提出警告 全球太依赖中国大陆的太阳能链 那么可能引发脆弱的疑虑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三星 昨天呢 公布了它上一季的获利 它的获利成长是百分之十一 低于预期 那么但是呢 它的营收呢 是成长了百分之二十点九 创了同期的历年新高记录 就激励呢 三星的股价大涨 而且不是只有三星 包括了费城半导体 以及包括了像台积电的ADR 都是因此而大涨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呢 那么在刺激经济上面呢 又推出了一项新的政策 那么取消二手车的限迁政策 那么因为他们现在有很多的二手车 如果他的这一个碳排放 这个污染的这个排放标准呢 如果是之前的标准 那不符合最新的标准的话 他们很多的城市就会拒绝这些二手车 然后进入他们的城市来贩卖 那现在呢那么中国大陆国务院呢提出说 包括了除非这个除了三个地区之外呢 其他地方都不应该限制二手车的迁移 好那这三个地方是金金济 还有江浙户 那么以及长江三角洲 好这一个是能不能对于车市的部分有所鼓励而值得观察 而陆港股的部分呢昨天呢都是上涨的 上证中和指数小涨了9点 涨幅0.27% 深圳城指上涨了124点 周盘指数12935点 涨幅0.97% 江港恒生指数上涨了56点 涨幅0.26%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昨天终于出现了像样的反弹 前一个交易日呢大跌364点 但昨天反弹上涨了350点 周盘指数是14336点 涨幅2.51% 重新的占回了14000点之上 存交金额为幅放大到2569亿元 OTC呢更是上涨了4.04点 周盘指数是171.82点 涨幅2.41% 成交金额是670亿元 那么昨天呢台北股市呢 在盘面上很明显的看到 就是由权王台积电 还有包括像联发科以及股王 那么现在又回到的是大力光 那么联手发动了一个反弹的攻势 光是台积电跟大力光呢 对于大盘的点数的贡献 就达到了198点 那么占比相当的高 同时呢外资呢 也由卖超转为买超 昨天呢外资呢 一口气买超了159亿元 投信呢也买超了28.74亿元 那么自营商也买超了31亿元 所以三大法人呢买超了219亿元 而且净空单呢减少了2046口 那么其现货都是偏多操作的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呢 现在疫情降温 所以昨天呢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 宣布即日起把每一周入境的人数 从25000人上调为4万人 另外呢 那么对于搭机前要不要这个PCR的检测呢 现在都改为说不需要了 那如果说万一你一周之内呢 曾经PCR阳性的话 那你就要自律哦 就尽量不要不要不要回来 好OK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预售屋急动 现在呢有很多预售屋要转卖 就是红单这件事情呢 全台湾有2万户求售 所以呢也都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房市降温的状况是很明显的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马上回来 节目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